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及碳边境税 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启动 欧盟单方面征收碳边境税 本认为是一种伪装的绿色保护主义 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当地时间12月5日报道 在中国的支持下 甚至是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共识之下 作为欧盟碳边境税最强烈反对者之一的巴西 试图将此问题带到正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 地约方大会上讨论 一日以来巴西认为 欧盟此举具有歧视性 并警告这可能阻碍全球减排的努力 上周巴西就提出在COP28上 增加讨论与气候变化有关单边贸易措施 及其潜在不利影响的议程 而在当地时间12月5日 公布的谈判文本草案第一版中 许多国家也正推动COP28发表声明 就诸如对低碳产品的制裁 对技术投资与合作的限制 绿色壁垒 歧视性地法 诸边限制等措施表示严重关切 报道指出 这事态发展反映出 欧盟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与此同时 欧盟与阿根廷 巴西 阿拉圭和乌拉圭的贸易谈判 本周也陷入停顿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就欧盟的碳边境税提出质疑 明确指出 该措施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 据报道 这一议程是由组成基础四国集团的大型新兴经济体 巴西 中国 印度和南非提出的 文本中明确对单方面的碳边境税表示反对 这四个国家担心 本方可能会受到所谓CBAM机制的严重打击 该机制将迫使欧盟的出口国 支付欧盟与本国碳价格之间的差隔 在本次COP28的谈判文本草案第一版中 许多国家正推动一些措辞 让参加今年谈判的近200个国家 批评欧盟的碳边境税等措施 而这种碳边境税本质上 是对进驻欧盟的碳密集型产品征税 政客新闻网欧洲版认为 巴西把对欧盟碳边境税的愤怒带到了COP28 而在迪拜举行的COP28上 一场关于绿色贸易的争论也正在蔓延 对此 欧盟气候首席谈判代表 雅各布·沃克斯曼12月40日 在迪拜对记者说 我们预计在气候谈判中 这些令人担忧的政治信息将继续出现 但他补充称 我们预计这不会破坏对话 主要是因为我认为 没有任何一方希望这成为 讨论任何一方特定错失的会议 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那是世贸组织 而在12月5日 此次前来参加 COP28的巴西首席谈判代表 安德烈·科雷亚则回击称 这很有趣 有些国家说 你们不应该在COP28讨论此问题 请到世贸组织去吧 而世贸组织又说 你们应该在COP28讨论此问题 他笑着说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谈 科雷亚重申一些国家决定采取的是 巴西认为无助于发展中国家 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贸易措施 他列举了几项联合国协议 认为这些协议支持巴西的主张 此外 基础四国集团提交的文件还警告称 欧盟这些措施违背了巴黎协定中的坚持公平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事实上 对大气中大部分排放负有责任的发达国家 应该比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多 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指出 在此次COP28上 中国没有公开反对欧盟的探边净税 但12月5日谈判文本草案的关键措辞 与中国9月在联合国提交文件的内容是一致的 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 如美国 中国 印度 巴西 韩国 南非和其他亚非拉国家都表示 欧盟单方面征税是一种伪装的绿色保护主义 欧盟征收探税将使国际贸易进一步复杂化 并提高非欧盟制造商的出口成本 此外 欧盟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进口价格 因为CBAM相关报告义务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可能要转嫁给消费者